娱乐中心梁雪亭报导日本僧侣三木大云曾经预测新冠肺炎、俄乌战争、安倍遇刺 图翻设字老 于小莫Mr.Mrs.Gal YouTube谈话型YouTube频道老高 于小莫Mr.Mr.Mrs.Gal已睡前故事的事 为老婆小莫讲述各种都市传说 短短几年就气狂 而2023年第一集 他便以2023绝对不能实现的玉为主题 讲述日本僧侣曾提出一组世界末日的言 目前有五个已经应验了 三木大云曾受到日本福神的大黑天托梦 图翻设字老高于小莫Mr.Mrs.Gal YouTube老高 影片中指出 一位佛教日联宗的日本僧侣三木 云曾在2010年预言了现在的瘟疫 俄乌战争 安倍遇 也因此大火 2010年 三木大云在公开讲法的时候说 年的鬼门开启了 所以新的一轮灾难会到来 他 道佛经理有三灾期难一说 人世间经历了一轮灾期难后 宇宙就会重启 佛经理没有提到世界 什么时候会毁灭 而经过三木大云研究发现 人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延缓世界末日 佛经中 三灾难得在十年之内按照固定顺序出现 就是世界末到来的前奏 三灾期难中 有二个是重复的 因此时尚只有八个灾难 佛经预言以及解读如下 一人重疾难对应瘟疫重复二 他国亲逼难对应战争重复三 四判你难对应内乱或者暗杀四 星宿变怪难对应星 一乘五日月博时难对应日时或者月时六 非时风雨对应水灾期 过时不与难对应旱灾八 古贵对应饥荒 中代表瘟疫的新冠肺炎 代表战争的俄乌战争 表内乱或者暗杀的安倍遇刺 星宿异常 日时或月时也都已经出现了 三目大云预言后 2011年发生地震 由于预言的超大灾难中没有地震 因此三大云放下心来 表示2011时 那十年还没面临世界末日 古至今最符合灾难顺序的正是2020年这十年 图翻自老高与小莫Mr.Mrs.高YouTube据说 最接近这一轮顺序是发生八百年前 目前符合这严苛条件的 就是2020这十年 为鬼门大开始 第一次大灾难证是代表瘟疫的灌肺炎 不过根据老高之前一个预言影片我看 未来漫画书中提到2030年又有一次瘟疫 因此老高测 这十年还没面临世界末日 完整影片连结 httpscomer slash slash youtube.b-jmoid for 93例 文网提醒您 民俗传说仅供参考 请勿过度迷信 量行为 请勿模仿 看更多新冠肺炎 19疫情最新 到httpscomer slash slash bit.ly 37gc13例新闻网提醒您 防范新冠肺炎 室内疾人 拥挤处尽量佩戴口罩 勤洗手 并遵循及管署罪 防疫指引 免付费防疫专线 1922万08001922 期待